我是不获创投的李祝杰 然后之前呢我是在这个政客基金 徐小平老师那边 这个做他的第一个投资合伙人 然后这个我们主要是做 早期的这个天使轮和 PrayA轮的投资 然后陪伴这些企业呢 这个从天使轮走到这个 中后期 这个 然后今天 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是移动互联网这个下半场的一个 投资策略 就是大家可能都 在各种媒体都已经 相对的这个清楚就是 移动互联网的上半场 也就是在在线的一些 很轻的应用 被主导的这么一个创业和投资 这个期已经过去了 大的这个 移动互联网的那些APP 有流量端的 又重新回到了BAT手上 又形成了一次这个垄断 而这个 Top20的 移动互联网的那些公司 基本上或多或少都被 BAT参与控股了 这个只有为数不多的 那么几个 像金融头条 像这个 美团这样的还保持了一个独立公司 像什么高德啊 这个 很多都被已经被 这个 巨头重新收购掉 所以我们作为创投机构的 主要的思路 是转向了一个 所谓的下半场投资 这个下半场呢 其实就是产业互联网 就是用移动互联网 作为工具 移动互联网的一些核心玩法 去跟传统行业 和产业上 相结合 这样的一些投资 对 这个 不后创投的这个 出处是 论语为证啊 这个就是 遇事明辩而不宜 这个和我们做投资 做创业是 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遇到事情 我们需要明确的判别 判断 而不疑惑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介绍啊 最早是 我是在这个 郑哥基金 开始做天使投资 然后这个 在郑哥投过一个 第一个产业互联网的 相对成功的案例 是找钢网 就当时我们投的时候 是这个一个 五百万的投资额 这个三千万估值的 一家公司 这个在2012年的年初 做到这笔投资 那现在这轮 最近这轮的 找钢的估值 已经在一百亿人民币以上 这笔投资呢 也差不多在 持股的市值 也在十个亿左右 这个 所以这也是这个 我们跟随这个 拥抱 拥抱移动互联网的一些 这个创业公司 能够获取的一个 这个成长的速度 以及改变世界的一种 参与的一种 这个参与感 这个 对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 大概的一个版图啊 其实跟这个大会 还是有比较 好的一个契合度的 这个 首先呢 就是我们是这个 以这个 产业互联网为 主要的一个 投资线的 一家公司 左边这半边呢 一半是这个 供应链和交易平台 都是各行各业的 一个供应链 如何用互联网和产业 这个的一些手法 去改造原有的 这个产业链 提升这个 整个行业的效率 这个 最左边那一六呢 是这个企业服务 这个 我们投的一些企业服务公司 也都是服务于小臂的 那 产业互联网的 这一端呢 这个 像以 找刚 这个 这个 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 它其实是 更多的就是 深度去服务小臂 帮他们 更好的去做 各种各样的生意 这么一个 投资思路 这个 最左边呢 也是在帮助小臂 在运营管理 在各个方面 中臂和小臂 去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 通过互联网的一些 这个核心玩法 这个一系列的一个投资 那最右边呢 是我们投的 一些VR的行业应用 它其实也是 土臂的 这个 是VR这个技术 在很多行业里面 有一些新的 这个应用 它会改变这个行业 原有的一些 生态和玩法 这个 这是 所以总体上 这个 除了这个 第三块 第三个板块 是我们的 这个幸福产业链 这个是2C的 那其他的 其实都是偏2B的 那2C的里面 其实像那个 电影酒店 其实也是一个 2小臂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 就是模型 这个后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典型的像 劳情呢 是这个 是我们帮助 这个 一些用工企业 去做劳动力管理的 在线的 帮他们去 这个通过 在线管理的方式 去管全国各地的 几百 几百人 或者 这个几千人 这个提高 他的工作效率 平均可以给企业 节省每年的费用 尤其是大企业 可以节省几百万的 这样的一个费用 这个 通过后台的 这些用工的一些数据 去做一些 后台的运营管理 对 然后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些 这个思路啊 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投资机构呢 这个 我们肯定是 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去 投到一些 大市值的 这个公司 这个 否则呢 这个作为机构 投资人 它是推不出来的 这个 如果这个 这个公司涨不大 这个投资机构 是没有办法 靠IPO 或比较大的 并购推出的 所以 我们通常 通常 首先要看这个市场 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 我们在改造一个 什么样的市场 拿移动互联网 一些东西 那个 而产业互联网呢 通常来说 是 是一个 这个非常大的 一个 一个市场 这个是GDP的 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钢铁 它是一个 6万亿市场 这个钢铁的流通领域 之前的是9万亿 为什么是变成 最近变成6万亿呢 是因为我们 不断地减少 中间的一些 不必要的环节 来提高 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因为它的 导手次数变少了 所以它其实 整个市场规模 又慢慢回到了 回到了这个 一个应该有的 一个体量 这个 之前的钢铁 会不会来回导手 四趟五趟 一批 二批 三批 然后一些炒货的人 在里面 是吧 就是其实并没有 把它真正卖给 真正需要的 用钢铁 这个 而中国的钢铁 产量是多少呢 是3万亿 3万亿 被平均导手三次 那这个市场 三到四次 就是9到12万亿 这个 这个很多社会资源 被这个浪费掉了 对 但是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市场呢 首先是这个 这个行业足够大 足够大 这个 像钢铁 这个在A股上 就有40多家上市公司 而珠宝手持行业呢 有这个13家上市公司 而且还在不停地 去上各种各样的公司 这个 家居建材 大概有50家上市公司 今年以来 A股也上了非常多的 这个板材类的上市公司 这个在 在最近这两年 三年内 在集中上市 这个 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点 是什么呢 这个行业本身 原来的池子就足够大 可以孕育很多家上市公司 我们在这样的一些 大市场里面 寻找新的玩法 新的模式 这个 这个做 陪这些企业一块成长 这个 怎么改造呢 这个 常规的一些做法 其实还是 这个 对 首先呢 是这个 供给侧的一个 一个减少流通环节 是吧 打通上下游的一些需求 需求 更多的是通过一些 大规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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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合交易 或者 资金交易 或者 SaaS工具 就是whatever方式 去把整个行业的大数据 尽可能拿到 那通过数据呢 去指导这个行业的运营 那就改变了以前的那些 传统行业里面的贸易商 或者生产加工企业 拍脑袋经营 是吧 这个没有计划性经营 而是通过数据去决策 通过这个 而不通过人去决策 这样的一个 这个效力提升 这个 另外呢 这个 它本身 这个在仓储物流 和这个 这个 金融各个环节 都会获取一家 这个平台级公司的优势 去战胜以前的 那些老的行业玩家 这个有了数据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风控 金融的事情 来 以前的这个 银行是不可能对这些 小币或贸易商去受信的 当你作为一个行业 平台级的这个公司之后 这个银行才能够 根据这些这个数据 这些稳定的数据 去受信 让这些新的创业公司 获取比原有的创业公司 更高的这个 更高级别的一个竞争力 这个 以 我们随便这个 找了几个 这个我们参与的这个领域 这个 我们通常是这个 这个分析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这个 首先要把 整个的市场 市场空间 它 它这个品类 这个类目的 真实的市场空间 给它算出来 那预计的行业 经历率是多少 是吧 这个目标市场的占有率 这个 以 以 这个 以 我们仅以5%来计算 而在很多行业里面 在中国的这个市场 产业互联网还在 非常这个 早期的阶段 像早刚 现在也不过做了 这个市场的 2%左右的市场份额 而在美股的一些 大的产业互联网的公司 这个 比如说Sysco Sysco占美国的 餐饮供应链 30% 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 我在另外一个演讲里面 说过 中国的产业互联网 还处在这个童年时代 这个 确实是个童年时代 还有存在大量的 这个机会 我们看到很多 行业的龙头公司 各行各业的 都只占这个行业的 0.5% 到1%之间 这个它到美股 像美股的四个大的 这个七配供应链的公司 占有率也超过 也是30%左右 在中国还是0.5%到1%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 那么我们预计 它做到成熟阶段 占有市场5%的市场 龙头公司能够占到它5% 未来会往30%走 这个 大概会预测 它未来能挣多少钱 对 以这个 下面一个演讲 实际上是我们投的一个portfolio 叫款多多 这个款多多为例 这个 我们是用一个互联网的手法 去改造了一个 这个珠宝首饰行业 珠宝首饰行业 首先是一个 这个5000亿的市场 K金是不断地增长的 这个 那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上下游有很多痛点 这个 首先这个 工厂就不知道卖什么 因为有几亿的SKO 每年都要做新的SKO 工厂也不知道下游能卖什么 所以它 无计划生产 这个 零售门店呢 也在拍脑袋进货 这个 爆款呢 这个 它很快就卖完了 卖完了之后往上游进货 上游说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工厂也不敢生产了 工厂这个 也怕卖出 生产出来 K金的东西 很贵 怕卖出来之后 那个造成积压 这个 而 小币呢 爆款断货之后 它就挣不到更多钱 其他拍脑的进的货呢 形成了积压 资金 被压了 积压之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 它就赚的钱就少了 或者说甚至亏损 那么 款多多就是一家公司呢 它是 去打通了上下游的 一个产业链的数据 首先让爆款不断 这个搜集了 整个下游数据 告诉工厂 哪些东西炒卖的 然后代替上游呢 去测试市场 去预测下游的 一个生产数据 所以它本质上 是一个数据公司 然后 然后告诉小币 通过我的推荐去进货 而不要你拍脑袋进货 小币呢 一开始也都 叫将心将疑 是吧 这个 他们进完货之后 发现 只进我们的货 只进10%的货呢 可以产生这个 30%以上的销售 所以很快 它逐渐逐渐 自己就不进货了 而是通过我的推荐去进货 随着这个 这家公司的规模越大 这个数据越 覆盖面越广 而我 这个它的壁垒就越高 上下游对这家公司的 这个依赖性就越高 所以我们经常是什么呢 帮着 帮着爸爸出货给 他儿子 这个再分销给 给他堂兄 因为这个产业是 福建人控制的 普天系 控制的流通行业 这个经常是爸爸做工厂的 这个儿子呢 是一批 这个 什么堂兄可能是个省贷 他们之间就是一家人 也搞不明白 这个物流 这个选品 应该去怎么去配置 应该进什么货 应该卖什么货 这个通过这个系统呢 这个实际上是 获取了相对于传统的 这个公司 有非常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竞争力 那这个是一个 三角形关系了 我们就 时间有限 我们就迅速过了 对 所以这个家公司呢 那这个在 IT这块 其实投入是很大的 整个公司的规模 其实到现在 也就只有60个人 但是我今年的销售规模 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型的 这个一个渠道商的 一个规模 这个 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两年半 我们就做到了 比较大的一个体量 今天这个 明年会达到一个 创业版的一个营收标准 所以这就是一个 互联网公司 当切对了 行业痛点之后的 成长速度 这个它基本上 可以三年做到一个 相对这个 比较大的规模 那这个 对 这个是 这个我们就迅速过了 对 然后我们投的另外一家 供应链公司呢 是一花 这个一花 它也是 这个在 整个鲜花流通行业领域里面 我们把北上广深所有的花店 全部扫完 这个让他们不再去鲜花市场进货 这个中间呢 也有这个N个层级的这个流通环节 造成了很多这个 寒碍的不必要的损耗 然后这个我们每天从北上 从云南发飞机 往北上广深 这个发货 这个发整飞机的发货 获取了一个规模的采购成本 以及在北京仓景一个分解 让这个鲜花小店的店主呢 坐在家里面 用APP就能够完成他每天的订货 这个极大的降低了 他们的一个交易成本 以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 标准化 这个的制定者 所以这样的公司呢 这个也是迅速呢 这个就会 这个 我们也目前也是正在完成一个 税率融资啊 刚才包括刚才的款多多 这个 成长的速度都是这个 非常快的 通常一个贸易商 要做到实意的体量 它可能需要这个 好多年时间 像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可能一两年就做到了 而这两家公司的特点 都是全部是自营 自己去控 整个供应链的这么一个玩法 和第一代 我们最早投的像 找钢找塑料 这个绰合交易 再转自营的这个模式呢 这个上来玩法就不一样 当然品类的特性 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在这条线上呢 投了这个大量的 供应链公司 帮助小币和上下和大币 去这个配置资源和效率 的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最近比较热的 一个赛道呢 是新消费 新消费也一样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赛道 在这个赛道上呢 我们的投资事务呢 也一样的是 去深度服务小币 上下游的 去解决上下游的一些痛点 来提升整个行业的运营效率 而且通过迅速的规模化 获取整个行业数据 通过数据去做各种各样运营 这个 比如我们 我们最近成长速度非常快的 一家公司叫一乐仓 这个年初三月份 这家公司还是一个PPT公司 这公司就只有 只是PPT上的一页纸 这个几页纸而已 这个 截止到这个上个月 我们的销售数据已经接近一千万 从六月份的时候 销售数据还是二十万一个月 这个 这个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六百万 这个这个月已经到了 这个接近一千万的这个量级 这个 而通过这个 我们是这个帮助这个 这是一个线下的伪货集合店 这个 很多这个服装小臂在线下 其实他也 他也 他也这个 他需要自己去淘宝进货 进货呢 他其实也卖不掉 这个 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个小创爱者呢 他这个其实 这个也是很勤奋的 那我们帮他去搞定了 一线和二线大牌的这个 伪货供应链 这个时候他 他的业务 业务增长呢 这个 这个难度大大降低 这个 品牌效应也就有了 因为这个品牌是 是我们在作为一个渠道品牌来控制的 然后他的盈利能力反而会大幅增长 所以这样的模型 一旦切据市场需求 它成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 这个案例呢 是这个一个电影主题酒店 也是一样的 这个因为他大部分还是一个加盟 这个 的主题的 这个酒店 那这个痛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终端消费升级的这个市场 酒店市场里面 大家已经住惯了七天 住惯了汉庭 这个 已经不愿意住了 那个太low了 五星级酒店呢 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还比较贵 至少在一两千块钱 那终端的这个产品是缺失的 这个 那我们就做 我们这家酒店呢 基本上是一个 这个电影主题的一个酒店 这个 相对于这个 对 这个 你进了大堂之后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消费心理呢 也完全不一样 你约个姑娘啊 是吧 这个去 去酒店 这个是他很难答应你的 但因为他去看一个私人影院 这个 这个他是 这个答应你的概率就会增大 是吧 这个 所以我这个本地消费就很多 然后进去之后 你可以order鲜花 order红酒 这个 当然这个本身 它是个酒店了 所以 它这个酒店模型 第一 它切合了终端的消费升级的主题 这个 本质上 这个 用户体验上 这个用3C酒店的装修 完成了5C酒店的体验 就跟现场这样 这个光线非常 非常这个绚丽 这个屏幕非常大 这个 所以我的屏幕打开率 是超过 百分之 这个80的 而普通酒店的屏幕打开率 那个小电视的打开率 只有10%以下 这个 然后这个 经济模型会非常好 这个像 这个 经济酒店已经回本周期 已经在7年以上了 非常非常差的回本 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 对于小B来说 它可能在两年之内 就会把成本拿回来 这个 这是非常有 非常好的一个 现金流的一个 一个产品 这个 成长速度也非常快 我们今年在北京的酒店 在11月份会开业 这个 目前在建的有20多个 明年我们计划会 完成50家酒店的一个开业 对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也是在消费领域里面 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 各种各样的新的玩法 去帮助这个 小企业 更好的去做生意 赚到更多的钱 这个 对 如何发现这些金鱼呢 这个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 这个系统的行严的 这个 系统性的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系统的行严 这个 来确定哪个赛道上有鱼 然后通过一些这个 头部 头部项目的挖掘能力 以及这个 来 来陪伴 这个企业共同成长 中途呢 对 这大概是 对 这个 这个 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这些